这是国际焦点要来关注的就是 南韩戒严之乱 短短六个小时的寿命 戒严部队一度强行破窗进入国会 想要阻挡议员表决 双方还速度爆发冲突 军方甚至派出了24架的直升机 用空降方式进入国会 面对突如其来的戒严令 南韩国会人员拼了命搬来椅子沙发 阻挡戒严军进入 大门口新闻媒体和国会员工几成一团 不过戒严军还是在凌晨左右 试图破窗进入国会 阻挡议员表决 不只破窗现场一度动用催泪瓦斯 南韩国会事务总长金敏基证实 当晚国防部共派出24架直升机 强势空降进入国会 戒严令下达不久 南韩最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民 动声赶往国会 60岁的他疫苗化身直播主 记录自己如何冒险翻墙 他的行动也扮演关键力量 其他议员跟着翻墙 六小时戒严之乱 有惊无险落幕 但国会内早已一片狼藉 南韩国会事务总长金敏基宣布 为了议员的安全 4号起全面禁止国防部人员 进入国会大楼 接下来也将对戒严之乱 做彻底调查 北新闻众口报道 南韩媒体报道 总统尹喜悦下令戒严 其实是听从他的高中同学 也就是国防部长金龙显的建议 戒严令下达之后 280名的戒严部队 搭乘直升机迅速闯入国会 甚至出动俗称白虎部队 也就是专责反恐的特殊任务团 不过戒严部队大多无意伤害民众 时间回到周三晚间戒严令下达 南韩国会议事堂正后方的足球场 三架武装直升机降落 士兵立刻进入国会 国会 주변에서는 헬기와 함께 소형 전술 차량도 부착됐습니다 士兵以枪脱急破窗户 强行爬入国会 另外一个视角 国会内已经有大批的士兵 媒体记者的美光灯 闪个不停 当时有群众用肉身阻挡 戒严部队进入国会 还有人直接抢起步枪来 可以看出其实戒严部队 无意对群众动手 传出有士兵的步枪 根本就没有上弹夹 甚至戒严令解除 撤退的时候 还有士兵向记者鞠躬道歉 但是这也不是普通的部队 而是穿着黑色战术服的 特种部队 南韩媒体报道 戒严部队大约280人 包括空降第一大队 宪兵特种部队 以及俗称白虎部队的 707特殊任务团 专责快速应对恐怖攻击 韩媒认为 其实是国防部长金龙显 向他的高中同学 也就是尹熙悦建议戒严 执行戒严的主要有4名将领 除了金龙显之外 还有被任命为戒严司令的 陆军参谋总长蒲安珠 阶级比较低的陆军特战司令 郭忠根 首都防卫司令李正宇 则是实际调动部队的指挥官 直线南韩国会展开究责 参与的将领恐怕都被秋后算账 提问宣报道 没有错 南韩国会在今天下午就提案 要弹劾总统 预计最快周五投票表决 因为不满以席约的做法 包括了总统府幕僚长等 超过十位重要的幕僚 也集体请辞 而南韩总理也在下午 召开紧急会议后 傍晚前往总统府 向尹熙悦正式摊牌 高举标语 横跨南韩六大在野党的 190名议员 戒严之乱隔日聚集在 国会大厦前 大喊要总统尹熙悦下台 在野党议员指控 以习悦国防部长和行政安全部长 三人犯下内乱罪 并在周三下午向国会提交 总统台合案动议 预计周四报告最快六号到七号之间 进行表决 按照南韩宪法规定 若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 也就是两百位议员 投下赞成票 尹熙悦就会遭到弹劾 交由宪法法院审理 只要九名法官中有六人赞成 尹熙悦就必须下台 尹熙悦的短命戒言 也引爆集体离职潮 包含总统府幕僚长郑正硕 国家安保市长 政策市长 以及首席秘书级别的高阶幕僚 通通请辞 国防部长金龙显 则是为教唆戒言 向尹熙悦主动请辞 假如尹熙悦请辞或遭逼宫下台后 根据南韩宪法 总理将立即成为代理总统 而斯叶能指出 由于现任总理韩德珠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接任的话有能力平息 市场动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尹熙悦昨天晚间突然宣布戒言 南韩各大电视台突然被中断 原定的节目 让尹熙悦宣布戒言令 各国媒体也纷纷插播报导 而上午尹熙悦请假神隐 专家分析认为 他突然搬出戒言令 是因为接连的丑闻跟政治僵局 带来的挫败感所导致 一身令下颁布戒言令 结果草草收场 南韩总统尹熙悦 隔天直接请假神隐 前一天 尹熙悦还与吉尔吉斯总统 举办建交32年会谈 两人有说有效 签署合作文件 谁也没想到 当天晚上10点 这个新闻震撼各国媒体 深夜突如其来的震撼弹 各国媒体纷纷插播报导 大家都已经准备要睡觉了 结果是尹总统突然宣布 透过这个电视发表 对国民谈话 然后无限的三大电视台 也中断常规节目的播送 宣布戒言 尹熙悦直接绕过总理 以及内阁自行宣布戒言 南韩媒体根本措手不及 针对尹熙悦腐败的指控 越来越多 CNN分析认为 他冲动宣布戒言 是想镇压异己来巩固权力 外界认为 颁布戒言是令人震惊的举动 但似乎又有机可循 尹熙悦的支持率 掉到只剩17% 才会一意孤行出了这个大招 但因此很有可能断送他的政治生命 第一边新闻综合报导 尹熙悦突然发布戒言 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及关注 对此前立委蔡振元认为 南韩跟三星可能走向衰亡吗 还恭喜台积电了 再把时间交给婉容 南韩总统尹熙悦 是在三号晚间突然发布了戒言令 他的理由是说 为了要除掉清北韩势力 要维护自由的宪法秩序 更指控他们保守派的政府上台之后 还要面临嘲扫野大的局势 这个反对党国会议员 更多次发动弹劾官员 而且还瘫痪司法 大坎政府预算算是严重的影响国阵 不过国民党前立委蔡振元 就是说其实理由才不是这个样子 尹熙悦无财无德登大位戒言 玩独裁 但是回顾多位南韩前总统 只要发布戒言 其实每一位下场都很凄凉 更直指说 其实影席院会发动这个戒言 萤火点就是他的老婆 第一夫人金建西 因为他的老婆收受贿赂 而且还产生政争 像是这个金建西 他就有收受这个名牌包 但是目前是不起诉的 不过他跟他的家属 涉嫌在2009到2012期间 参与操纵宝马汽车在韩经销汽车的股价 2020年遭到在党国会议员向检方举发 另外在2022年也有收受名牌包 也涉嫌违反了反贪法 所以蔡振元也进一步指出了 影席院已经快要垮台了 所以他现在想要靠这个宣布戒言 来保护他的敌意夫人过关 无疑是让南韩以及这个三星 是走向灭亡的 也恭喜台积电可以少一位对手 影席院是帮忙了台积电 除掉三星 还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拿起手机 扫门旁边的QR call 加入TVVN新闻APP 更多的及时讯息 带你一手掌握 国际焦点南韩总统影席月 宣布戒言消息 一出立刻震惊全世界 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 国安团队在第一时间 已经向赖总统报告 总统也做了指示 南韩一度进入戒言 我国安局两小时内紧盯朝鲜局势 第一时间向人 正在马绍尔出访的总统报告 国安团队在第一时间 已经把相关的状况 有跟总统做承报 那总统也做了指示 希望国安团队可以继续的 来掌握相关朝鲜半岛的情势 就算马绍尔当地 已经凌晨两点多 总统人指示 持续关注可能发展 并未有效因应 同时与主要盟友保持联系 总统在第一时间 就掌握了讯息 并且指示国安团队 必须要做出最佳的应酬 相关的发展 有没有去联动到 朝鲜半岛情势的一个变化 外交部网站上 南韩维持灰色警戒 提醒注意 也请国人避免参与 当地政治性结社 集会及世卫活动 考量韩国国内情势 仍将持续变动 外交部提醒国人 避免参与当地政治性结社 回顾台湾历史三次戒严 第一次是1947年 2月28号228事件 第二次是1948年 12月10号 因为国共内战 时任总统蒋介石宣布戒严 第三次是1949年 5月19号 因为国共谈判破裂 为确保台湾安定 宣告全省戒严 38年后才宣布戒严 但台湾总统有办法直接宣布戒严吗 端看法律程序 南韩总统发布戒严 国会过半否决才会失效 但台湾总统发布戒严 必须经过国会通过或追认 才会合法生效 而且台湾戒严法明文战争或叛乱 发生为要件 若戒严时期由该地陆海空军最高司令官指挥 不过当时台湾戒严国会还没明选 因此可以说是总统说了算 南韩六小时戒严 也让台湾回顾起那段民主还没诞生的历史时刻 南韩参谋本部今天下令各军种全面保持戒备 而对于尹熙悦发布戒严令相当错愕的美国 也密切监控北韩的动态 美国FBI还宣布抓到一名非法拘留美国的北韩间谍 军用直升机出现在首尔上空 连装甲车都出现了 南韩三号深夜突发戒严 军队全面戒备 虽然解除戒严撤离部队 但是南韩联合参谋本部 指示各军种指挥官保持高度戒备 防止北韩误判形势 根据CNN报导 尹熙悦被拜登称为朋友 过去两年亲自会面高达九次 但是闪电戒严令没知会美方 数万名驻韩美军也措手不及 美国高度关注北韩动作 就在敏感时刻 FBI在加州逮捕一名41岁的中国公民 非法居住在美国当北韩间谍 涉嫌帮助北韩准备攻击南韩 美国FBI公布嫌犯手机的照片 包含拍摄武器 化学检测设备 防签听装置 因协约的戒严闹剧 衍生出北韩间谍剧 Tip新闻综合报导